零沾两弦为窃取破坏盘结在石头上的树根 挖出龟甲石23颗市价约3万余元 托宝七总队第六大队提供分享 南投灵馆处日前向井通宝 骑霞普里失业区国有林班地内树根遭破坏 以不法人事所为 但经宝七第六大队深入查查发现 窃取物非树木而珍贵矿物 龟甲石加强埋伏查器后逮到林 詹二贤讯后依法送办 宝七总队第六大队表示 原以为又是山老鼠躲山区盗菜林木 但勘查现场后发现遭破坏的军事代数根位置 清洁可疑 因此加强侦办查查 在受伤林木附近草丛挤出十字稿 钉耙等作案工具四把 且逮捕林性和詹性嫌犯 两人坦诚是未到实 警方指出 林詹两人对犯刑坦诚不会 直言是看重树根下的珍贵 龟甲石应该使表面纹路自然军裂 犹如龟甲而乌龟在东方有长寿 平安镇宅等含义 受到不少玩家喜爱 因种类大小和纹路等条件 价格从数百元至上万元不等 宝七第六大队长黄建志表示 嫌犯为窃取破坏盘结在石头上的树根 挖出龟甲石二十三颗 总重约十七点四三公斤 市价约三万余元 为小钱却造成树木断根孔会枯死 严重危害山林 驯后依违反森林法 矿叶法 刑法 汗水导法等嫌盘 宋南投地检树林 沾两嫌遭袋后 对砍挖树根 窃取龟甲石的犯情坦诚不会 拖宝七总队 第六大队提供 分享 零沾两嫌为窃取破坏盘结在石头上的树根 挖出龟甲石二十三颗 总重约十七点四三公斤 拖宝七总队 第六大队提供 分享 零沾两嫌为窃取破坏盘结在石头上的树根 而树木遭断根孔有枯死之余 拖宝七总队 第六大队提供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